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瑜 這個是我的包包 首先我會帶水壺 這個為什麼那麼髒呢 是因為我最近很著迷暴食 就是室內攀岩 然後室內攀岩那邊就會有很多那個止滑粉 然後錢包 吸管 免洗餐具 然後這兩個是 背大包包才會帶的 保濕噴霧然後也可以當定妝噴霧 我之前拍了一支戲 接了四個月的頭髮 就接髮 然後那個就蠻傷頭皮跟頭髮的 所以我就 最近想說用這個保養一下 我一定會帶出門的 就是我就算今天背小包包 我就會有小的筆記本 大包包就會是大一點的筆記本 隨時紀錄當下的某種頓悟吧 算是 人間觀察 就是我從大學 大一開始 表演老師 叫表演組的學生都要這樣做 那我就一直 養成這個習慣到現在這樣 還有一大堆 然後這樣搓一搓 然後這樣 告訴自己說 我今天工作一定會很順利 我今天一定會表現很好這樣 睡前的話就是 我今天表現得很棒 我等一下一定可以睡得很好這樣 一直活在自己的催眠裡 好 我來分享我化妝包裡面的 習慣用的小東西 這個是 植村秀的那個 武士刀眉筆 然後我喜歡 顏色都是 很自然 就是裸妝感的 所以我 眉筆也是選 跟我髮色接近 咖啡色一點 眼影盤呢 就是這種超簡單的 開架式 但我通常 就只會 畫在眼尾而已 就也是畫很簡單的那種 眼妝跟打亮這樣 腮紅 也是開架的 我選這個顏色是因為我的膚色比較健康 所以我用這個顏色會 有點像運動玩 站一整天 可能這邊會暈 我就會 只按一次 然後 畫在這邊 再用棉花棒直接把它擦掉 這是我補妝用的 好 睫毛膏 我也是用很自然的那種 也是開架的 就是 可以看到它完全沒有 多餘的纖維或什麼的 純粹就只是 我夾完睫毛之後 把它 用睫毛膏 比較固定的概念 就只是這樣 沒有多餘的 讓它變鮮濃或什麼的 眼線液 也是選 自然的 我選的是 淺咖啡色 我自己畫日常妝的時候 都是想要 越自然 越像沒化妝 越好 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應該 有蠻多人知道 它在一些日本雜誌有出現 那我自己是 因為 我覺得 我為什麼 唇周會比較暗沉 就是可能我的體質 是比較容易沈澱角質的 所以我晚上睡前的時候 我就會後敷這個 早上起來 洗完臉 用那個化妝棉擦 化妝水的時候啊 真的是可以這樣擦掉一層皮耶 擦掉一層角質 然後嘴唇就會變得完全沒有唇紋 我就覺得 只是我每天覺得 這有成就感的時刻 怎麼成就感那麼容易得到 對 這個我已經用掉三條了 現在這條也是扁扁的 嗯 好這就是我的化妝包 假如說我今天 只能帶一樣東西出門的話 我會帶 我會帶耳機 嗯 但是前提是手機有帶 手機有帶的話 就是搭耳機 嗯 因為現在手機就是 什麼什麼 Apple Pay什麼都很方便 我好像 算是屬於 偶爾自己從家裡出門 會什麼都不帶的那種人 就如果是 快速出門 買東西什麼的 我是連包包都不會帶的 嗯 怎麼辦 我會告訴你 小蘿蔔 我會在這裡 吃的 好 吃一遍 吃的 吃 吃